今早大盘普涨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呢 货币关闭内部沟通渠道并遭员工反噬 疑似陷入破产危机 深陷爆雷风波的WIRE临时换帅能否成功自救呢 加密帝国深陷套娃泥潭还有没有生还的可能 2023香港Web3创新者峰会60位重量级嘉宾闪亮登场 港府坐庄就是不一样 用加密货币重新丈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一起慢慢变有钱 1月9号星期一币联合在我是Michael 在今天上午8点大盘结束之后 我们在会员专属周评当中 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当前为止比特币地址的盈利的数量的百分比 这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当发生转账的时候 只要转账当时的币价是低于现在的币价 这个地址就认定为盈利的地址 那么从数据上面来看 目前有57%的地址是盈利的 但是我们从历史来看 最低的时候只有16%的地址是盈利的 也就是说每年熊市的时候 这个数据的底部一直在稳定的抬升过程当中 如果连线来看的话 目前57%的盈利刚好就是整个数据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 57%的盈利地址 已经到了这一轮牛市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好 那随着今天上午的一波拉升呢 在币安上面的比特币期活合约多头的平均清算量 刚刚达到了50,684.16美元的一个月来的最高点 之前的一个月高点是2022年12月29号的31,890.99美元 另外现在市场最关注的还是2月份 美联储的加息力度将会如何调整 那现在市场数据呢 2月份加息到25个基点的概率是74% 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25% 那么3月份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14% 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65% 累计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20% 好 虽然今天上午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反弹 但是在整体行情都在向下的情况下 还有黑天鹅事件没有爆雷的情况下 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是逢高减仓 特别是短周期的仓位 要以回收优为主要的一个战略了 那相信呢 2023年每一个苦苦挣扎的比特币的矿企 都在问一个问题该怎么办 那坦率的说 虽然加息市场还没有在悲观情绪当中 能够缓过神来 但是依然我们可以保持乐观 因为比特币矿企可以在有利可图的时候 开采比特币 在无利可图的时候关机 简单来说呢 每一台矿机都可以轻松的打开 或者是关掉 矿工要做的就是当确定 长期的比特币利润之后 要长期持币之后 就是克服自己的困难了 有句话说的叫 手币比手寡还要难 那么长期持币 本来就是违背投资者的本性的 要付出长期的坚持和耐性 这是非常难的 特别是在深雄的时候 不过能够懂得延迟满足的人 才会得到最大的回报 好我们来看一下火币的消息 火币在上周是提前上线了派币 这一波操作可以说让币圈人士亮瞎了双眼 对吧 大家其实特别看不上这种 拖鸡摸狗 未来的流量不择手段的这种做法 最近又爆出来 火币可能要裁员40%来精简团队 所以不少用户之间流传着火币要破产的消息 当然孙哥在这个时候是忙着否认安抚员工 对外表示说火币业务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 而且要加快全球合规的步伐 可是只是抱不住火的 真相终究还是要暴露出来 有消息说 孙哥已经把裁员消息坐实了 火币的刀是已经砍向自己的员工了吗 据知情人士报道 孙宇晨已同财务确定将裁员火币员工20% 而孙宇晨决定裁员的同时 还封锁了所有和员工沟通反馈通道 其余员工的薪水由法币转为USDT来发放 这使得火币的员工发生不满 很可能会发生内部员工反扑挪用资产 或程序员添加后门木码来报复 或补偿自己损失的情况 其实在熊市当中开源节流 裁员解源增效 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市场行为 在当前行情下 没有任何人认为说裁员会是一个 不可拿上台面来讲的事情 对吧 但是过去的一周之内 火币净流出1亿美元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稳定币的储备在一周之内 也是下降了10% 毫无疑问 大家对于火币的信任在减少 那么现在火币的危局 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态度 孙宇成先是从币安里面撤回了 1亿美元的稳定币 存入到火币当中 来安抚疯狂提现的用户 那么今天上午 孙宇成又在推特上连发了4条推特 来公开的道歉 安抚火币员工的情绪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火币 要面对可能会出现的大规模的挤兑 火币能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应对 是一个刚性的问题 然后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现在有消息爆出来 原火币的创始人李玲 在十几个亿把火币卖给孙宇成之后 现在带着大客户和原来的原始团队 要在香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交易所 叫新火香港 大家认为说这么一来的话 看来孙哥这一次是被李玲给割了 但是在我看来 以孙哥的形式风格 收购火币的钱 大概率不会是孙哥自己的 有可能是百育资本的 你怎么看呢 好 最近陷入FUD情绪的加密公司 还不止火币溢价 最近有人在推特上爆料说 曾经估值达到15亿美元的 加密支付公司WIRE 计划在今年的1月份 尽快的清算和终止服 而且还要遣散员工 不给遣散费 就在大家都恐慌说 WIRE是不是又要爆雷的时候 WIRE突然宣布 不仅要临时换帅 而且还将继续运营 那么危机是不是解除了呢 近日加密货币支付公司WIRE 针对管理结构进行了变更 原CEO杨尼斯·雅尼·詹纳罗斯 担任执行董事长 继续为WIRE提供指导和支持 原首席风险官和首席合规官 史蒂芬正接管公司担任临时CEO WIRE还表示 WIRE将继续运营 正在为公司探索新的战略选择 目标是做到彻底改变 全球支付生态系统 虽然说换了领导班子还定了新的业务发展目标 但是我们发现WIRE在业务上面还改了它的提现规则 限制每一个客户 他提取的资金不能超过你的总资产的90% 而且每天提现还有一个限额 所以这么来看WIRE此前出现的停业的危机 也并不是人为恶意制造的恐慌了 不然为什么限制呢 顺着这个逻辑线 我们深入的调查会发现说 WIRE曾经在9月份的时候被科技平台BOLT收购 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近WIRE又再次出现了无故冻结用户资金的情况 以及在WIRE平台上面换取现金 无故丢失的情况 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WIRE很可能还会出现 和FTX一样的流动性危机 作为投资人我们只想说不能掉以庆幸 美国司法部盯上DCG 加密帝国又添心烦恼 2023香港Web3创新者峰会如期而至 香港金融大开放迈入Web3时代 在周末的专题当中 我们给大家讲了 2023年的第一雷DCG会不会爆 对吧 先是温客博士兄弟公开指责DCG恶意拖欠 Gemini客户9亿美元的资产 然后三件资本的创办人Suju加入了战局 抖出了DCG因为三件破产损失惨重 左手倒右手弥补漏洞的黑幕 另外Gemini用户又对DCG提起了集体的诉讼 这一连串丑闻的爆出 也使得曾经在币圈一手遮天的DCG集团 深陷泥潭遥遇坠 然而祸不单行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各方又透露出来了更加不幸的消息 消息称 美国当局正在调查Berry Selber旗下加密公司 DCG的内部财务交易 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正在审查DCG 与其加密借贷服务子公司之间的转账事宜 SEC也在进行调查 但是DCG发言人却表示 该公司不知晓任何EDNY调查 这个事情的真假到现在来讨论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只是图增法的而已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事情的起因不就是一封公开信吗 DCG不也一样否认吗 但否认不代表就不是事实对吧 现在各方面的消息非常的杂乱 让人不明真相 但是左手倒右手堵窟窿的这事儿 一旦被发现 我相信后面还会捅出更大的篓子 留给DCG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想知道DCG更多的内幕 我们把链接放在这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周末的专题报道 POWER2003香港web3创新峰会 将于今天正式在香港召开 主要讨论香港虚拟资产的新政 和web3发展的趋势两大议题 那么这次峰会不仅邀请了多位政界要员参加 还请了60多位重量级的嘉宾出席 可以说是光看阵容就已经亮下双眼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提前来看一下这场为期两天 阵容堪称史诗级豪华的盛会都有哪些亮点 首先此次峰会的座上宾就是最大的亮点之一 包括有币安联合创始人何一 波厂创始人火币全球顾问孙宇晨 美图董事长蔡文胜 以及Nanolabs创始人孔建平等 他们将在峰会中分享各自所在的项目或公司 对web3 NFT公链及投资的最新思考和业务布局 其次本次峰会设置11大核心议题 覆盖了虚拟资产监管 Safi变革 矿业 钱包 公链 NFT 链油等十多个领域的内容 同时圆桌对话也将进一步延伸至 DeFi与Safi Layer 2与新公链 元宇宙等市场热门话题 除此之外本次峰会上香港政府的财政司司长 财库局的副局长以及香港立法会的议员都会致辞 无疑这可以看成是香港致力成为亚洲加密中心的一种表态 现在很多人愿意拿香港和新加坡 谁是亚洲加密中心来说事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好争的 香港和新加坡 谁能够给大家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支持 谁就会被加密投资者用脚投票 让他成为下一个加密资产增长的一个重心 好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币圈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件 NFT Go数据显示 NFT项目Azuki 24小时交易额达1700枚ETH 约合214.5万美元 涨幅达89.15% OpenSea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该系列NFT地板价已回升至16.92ETH DeFi平台Crunchy推出其Tezus代币追踪器的V1版本 用户可以查看价格 市值 交易量和图表来追踪Tezus DeFi生态系统 目前的V1版本是基本版本 不久的将来会添加更多功能 据Certic监测 Web3游戏MacDencom的Discord服务器遭受攻击 请勿点击其Discord发布的任何链接 去中心化期权协议Premium 宣布收购结构化DeFi协议Next Finance团队 未来将合作在Premium上构建下一代DeFi策略库 NFT借贷平台Sdaire在社交媒体官方账户宣布 通过过去8个月时间的工作 以完成项目代码库部署 现在Gethup上正式将其开源并对公众开放 以支持用户通过抵押NFT进行以太坊借贷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频道是聚焦币圈链圈矿圈有价值的新闻报道的 周一到周五我们书里是每天必须要了解的币圈链圈矿圈的新闻资讯 周六周日是某一个话题的深度报道 如果您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您点赞或者是转发我们的频道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认可 希望我们一起挺过熊市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